飞机起飞时轮胎掉了怎么办 究竟怎么这么多人挨头我这个视频啊 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是正在滑跑起飞 然后抬轮的一瞬间 着起落架的一个轮胎掉了 里面的乘客却相当的淡定 这个其实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国内新闻也是报道过的 而且也是有后继的 是加拿大航空的一个国内航班 在滑跑起飞后不久 着起落架内侧轮轴出现火花 随即整个轮子掉了 然后这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多小时进行放油 油量放到标准之后就以一个轮的状态成功的平稳降落 现在看到的视频就是它的后继 这架飞机降落着陆的全过程 机长的业务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降落的非常平稳和丝滑 三年后啊这个视频又火了 很多人拿它的前半部分 然后减入自己坐飞机的视角 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信以为真 至于这个轮胎为什么掉了 可能是它本体的缺陷 也有可能是换轮的时候施工不到位 比如轮轴的大罗帽没有拧紧打力锯 所以啊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按手册施工 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他人 最后你有没有很好奇这个飞机的拍摄视角 客舱里面竟然能够拍到起落架 经过我详细查阅了一番 这架飞机的机型是DHC8-300 就是这样的属于上单一飞机 和我们平时做的空客波音和咱家的C919构型不一样